现代社会中,人们工作生活紧张忙碌,很多男性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殊不知,憋尿和错误的排尿方式都会对性功能造成伤害。以下是给男性的一些排尿提示。 千万不要憋尿,憋尿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会让细菌有机可乘。正常情况下,人的尿道下断有细菌存在。在排尿时,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。经常憋尿会减弱尿的冲刷作用,导致细菌增多。逆行道后尿道,膀胱,甚至生殖器官,从而引发多种问题。例如逆行性尿路感染等。所以一有尿液,一定要及时去厕所。 一定要站着排尿。男性的尿道是一个S型。站立时,受到重力的影响,尿液可以比较自然的流出。而蹲坐排尿时,尿道会变成一个倒沟型,还会受到压迫,造成盆墙冲血。尿液比较难排出体外。时间久了,膀胱,尿道可能出现炎症或其他健康问题。排尿后不要马上坐下。男性在排尿后。 尿道的内外扩约机会闭合,使前列腺部的尿道形成一个闭合的腔。此时马上坐下,会增加负压。 这个闭合腔内的压力也增大。一时会造成残留尿域反流。尿道中的细菌有了可乘之机。 一从而又发慢性前列腺炎。二是加重原有前列腺病症。时间长了使膀胱出口耿阻症症加重。 所以排尿后应站立活动三分钟左右。再坐下。男人警惕身体素质下降的七大信号。 身体劳累。工作压力大。精神疲惫都是现阶段男性的通病。面对繁忙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让男性预感劳累。身体免疫力下降导致身体出现疾病。 在生活中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不适。这些都是导致男性身体素质下降的信号。如若发现一定要及时治疗和调理。男人警惕身体素质下降的七大信号。 一视力。眼球精壮体随年龄增长不断变后,男子50岁以后会逐渐出现明显视力衰退和聚焦不准。 二、头发。随着年龄的增加,男性头皮上毛囊的数量日益减少,头发越来越稀,头发的生长速度也越来越慢,鞋顶的男性越来越多。 三、听力。骨膜变后。 二、到萎缩变窄。对音调的辨别能力尤其是高频声音的辨别越来越困难。这种状况在60岁后变得日益明显。 四、肺功能。 胸腔骨骼越来越僵硬,控制呼吸的肌肉负担越来越重。呼吸时有更多的有害物质残留在肺部。 五、性生活频度。 性冲动次数减少不可避免。据统计,25岁左右平均每年可达104次性高潮。 50岁为52次,70岁时为22次左右。 六、阴晶薄齐角度。 30至50岁间男子薄齐角度比年轻时略低。 50至70岁间则明显降低心血管病是其中主要原因。 七、肌肉与骨骼。 发达的肌肉逐渐萎缩软弱。 骨骼发生退行性变化。 疲劳身体虚。 要恢复体力和精力的正常反应。 同时也是人们所具有的一种自动控制信号和警告。 如果不按警告立即采取措施,那腰人体就会激劳成疾。 一般病缠身。